美国期中选举即将在年底的时候举行 期中选举之后一般认为众议院都会变成共和党占多数 即使参议院占的多数也是如此 所以拜登将成为正式跛脚的总统 但从全国性的民调来讲 如果离2024还有一段时间 到目前为止两党的民调是neck to neck 几乎是差不多 这也是为什么Joe Biden他并不希望有其他的变数产生 民主党在这一次目前为止 其中选举他们的主题不是台海问题 很多人以为说如果Nancy Pelosi来访问台湾 对抗中国对民主党是有利的 可能对民主党对于当地台湾的一些侨民的募款是有利的 但如果以民调来看的话 真正这次民主党要主打的议题是堕胎权 他们想用共和党反对堕胎权这个议题 来鼓动民主党的人提高他们的投票率 而共和党最重要的其他的议题呢 就是包括了通货膨胀 拜登执政不利等等 没有包括抗中或是乌克兰或是台湾议题 谢谢收看今天文权的事业之报 跟文权的事业之报欧洲版 我们明天见拜拜 我们明天见